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期觀眾 我們粉絲帽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北京對於網路產業的整數 一波又一波 先是追殺馬雲 然後下架了螞蟻金服 緊接著而來教育跟電子商務平台 全面的監管 然後最新的監管 標的是騰訊旗下的指標手游軟體 那以後未成年晚上10點 通通都禁止玩遊戲軟體 好 這一連串的整數呢 到目前為止 馬化騰的身家呢 直接蒸發了3000多億 馬雲到今天為止喔 生死不明 那北京整數網路大咖的同時呢 網路上的小粉紅們 到處出征台獨 那還有一些台灣的明星藝人 直接背台獨 包含大小S一家人 同時呢 全世界都在辱華 這個是網路大軍跟粉紅大軍喔 現在的攻擊戰略 然後同一時間經濟學人做了相關的報導 追蹤習近平上台之後 至少60萬中國人喔 這一個外逃求庇護 同時在美軍昨天宣布40年來最大軍演之後 今天事實上在曝光F-35成功試射相關的飛彈同一時間喔 外界觀察呢 外界觀察呢 是中國KEEPUPU宣布 大家好 大家好 再次康創下 大家好 好我們先看喔 北京現在對網路產業的整數一波又一波 現在殺到 總而言之未成年 晚上不准玩遊戲軟體 好這樣的氛圍呢 再回頭去看華盛頓 美國國會現在對於反中的聲讓跟政策跟法案也是一波又一波 好 從前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國會聽證會對中國長臂的這一個威脅美國的效應相關的議題 國會對於反中的聲讓是一波又一波 9月11號就是美國完全從阿富汗撤出來 然後美國打了20年的反恐戰爭好像要落幕了 可是呢 從歐巴馬到川普時代 美國國家反情報中心的主任呢 伊凡尼納 特別在國會聽證會講說 中國的長臂太可怕了 所以他認為美國現在還要更要以打擊恐怖主義過去的規格對付中國 應付中國 他講說中國的長臂是他看過最恐怖 最複雜 最有害的一個長臂 而且光這個長臂從他這個長期在美國反情報工作裡面的資料經驗裡面 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他們的個資都被中國給偷走了 都被中國拿去威脅了 然後呢他也提到了我們前一段時間講的華大基因 連有一些DNA都利用這個狀況去偷 然後跟解放軍合作 然後他認為說 所以美國一定要針對這個東西拉高用打擊恐怖主義的規格 恐怖國家規格去應對中國 而且美國人的私領域還有學術單位很多地方都被中國拿到了這麼多 偷了這麼多東西之後加以威脅 所以他認為美國一定要特別警惕 而盧比又特別又提到說 根據他的狀況他就了解了 中國光偷智慧財產權 除了偷人之外還偷智慧財產權 每年在美國偷走的智慧財產權 三千億到六千億美金都被中國給偷走了 而且呢美國還有一些人呢還沒有警覺 他特別提了好萊塢還有一些美國的企業 為了要想要中國的市場想要取悅中國 甚至於還會主動的把他們內部裡面 曾經講過對中國不利化的員工職員直接file掉 他認為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會對美國造成更多更多的威脅 所以他們要用恐怖主義反恐繼續針對中國 可是在這個全球反中裡面更特別的是歐盟 歐盟而且是德國 G7會議的時候他們就講說一樣的 整個全世界G7要共同的去擴大基建 然後反制中國的一帶一路 所以這個歐盟正式在七月通過了 叫做歐盟全球連結 他們開始要去投資基建 由歐盟出面反制中國的一帶一路 特別放在非洲 因為中國在非洲經營太久了 然後他們還特別用了梅克爾的話是說 其實呢非洲具有龐大的基建需求 非洲的經濟跟歐盟的經濟有直接非常重要的關聯 誰說在非洲的基建 只有中國人做 歐盟也要去做 所以這是針對這個基礎建設 直接在非洲歐盟要出手了 而且他們講說他們要跟美國合作 而且在半年之內 2022年的春季 就要開始推出這個在非洲裡面 歐盟全球連結 在非洲擴大基礎建設 然後再過來呢更特別的是呢 奧斯丁開始出訪亞洲之後 真的頗有斬獲 為什麼呢 他到了菲律賓之後 跟菲律賓國防部長見面 也見了杜特蒂 結果本來上任之後呢 就說再見華府 面向北京的杜特蒂 也完全的跟中國背離了 杜特蒂呢 他在去年二月的時候 還特別曾經把1998年 美軍和菲律賓軍隊 簽的一個軍隊赴訪協定 可以美國在菲律賓那邊 放軍隊放裝備 這個協定給暫時的那個鎖起來了 而且鎖起來之後 還寫了一封公開的信 給美國白宮 就杜特蒂跟奧斯丁見面之後呢 想到Community對他的傷害 想到南海的這些狀況 想到了那個去年一整年裡面 一帶一路經濟上 中國根本沒什麼好處 杜特蒂承奧斯丁那封信 他要撤毀 重新揮護美軍和菲律賓軍隊 軍隊互訪協定 所以這個整個菲律賓 也站到了反中這一邊去了 而在這樣的情況裡面呢 王毅呢就氣泡泡了 王毅就出來了 他利用4號在跟東協外長 會議的時候呢 特別的講說 新疆問題 香港問題 都是中國的內政 美國沒有資格來干預 美國只要講一次 他就一定要大聲的反駁一次 然後他還特別舉說 其實香港他們國安法資訊之後 中國的民調 我們不知道中國是怎麼做民調 認為70%的香港人 對於整個中國在香港 是非常滿意的 叫美國和日本少多廢話 這是他們內政不要干預 你只要再講一次 他就要反駁一次 可是他講這麼多的時候呢 經濟學人透過了美國聯合國救難總署的資料 到習近平上來之後 60萬人他不是說移民或什麼的 申請政治庇護達到60萬人 從最2012年開始呢 原來是一年呢 一萬五千多人 不斷的快速增長 大家呢 是因為人權的關係 因為宗教的關係 因為怎樣 正式的宣布 要請求政治庇護 而75%要去美國 另外還有一個是經濟上的逃亡 裡面呢 就是亞洲首富呢 他竟然呢 到塞浦路斯 去申請了黃金護照 他要拿著這個黃金護照 資產還有個人 都能夠逃到歐洲去 而在歐盟那邊呢 至少有500個中國的有錢人 也拿著類似的黃金護照 通通要出逃中國 好 那明節一方面 美國國會延燒 這個反中聲浪的同時 另外一方面 拜登將整個這個外交 跟軍事的戰略佈局 在印太 特別是南海 包含了本月底賀錦麗的訪問 東協跟東南亞國家的行程當中呢 南海的議題 仍然是核心攻防焦點 對 我們看到這一個 等於說 美軍其實也才宣布 要在這個整個全球進行一場 這個40年來最大規模的一個 聯合的海上軍演 LSE 2021 那在宣布完之後的隔天 我們看到 當然台海跟南海 是美軍目前的一個重中之重 那解放軍隨即在這一個 今天 昨天就宣布說 他即將要在8月6號到10號 為期五天 要在南海 那劃設一個10萬平方公里 的一個進行區 那要舉行軍事演習 不過這個地點跟時間 我們來觀察 第一個 它的地點是靠近 從一路從海南島 東南側延 這個延續到整個西沙群島附近 那時間點呢 去年其實我們觀察 8月的時候 它有類似的一個 在南海劃設進行區的演習 當時做了什麼 就是這個外界十分關注的是 解放軍號稱他打了兩枚 這個東風21跟東風26 那分別從青海跟這一個浙江發射 不過美軍的情資說他打了四枚 所以到底四枚中了兩枚 另外兩枚到哪去 這到現在還是一個疑問 那這一次從時間點跟地點來觀察 非常有可能又重新 要再進行這樣的一個中程 的這一個反艦彈道飛彈的一個試射 那等於說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我們也覺得 這一個很好奇 先前他不是大聲 嗆英國的航母伊麗莎白女王號 航母打擊群 這個不要進入南海 那如果進入南海 他就要射飛彈 來威責他 但是為什麼他今天英國的航艦 都已經穿出南海 都已經離開了 這時候才來發射飛彈 那是不是這樣的飛彈 能夠真的精準 命中海上的一個移動中的目標 那隨後其實我們觀察 就是說美軍跟這個解放軍 內部相關的訊息是說 去年這一場軍演 到底中了幾枚不曉得 但是其中確實至少有一枚 是擊中所謂移動中的船艦 不過這樣的一個技術 過去在國際上引發爭議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性能 不過我們觀察為什麼 要把這個演習的進行去 劃設在西沙附近 非常有可能 他就是必須要透過西沙巡島附近 地面上面的一個陸基的一個雷達 等於說對於這一個 接近西沙群島的一個 海上移動船艦的靶船 能夠有所掌控 才能夠順利去導引 從高速從大溪層打回來的 東風21或東風26導彈 能夠引導他集中所謂的 這一個移動中的靶船 那到底今年會不會這樣做 其實接下來國際 我想很多的一個情報單位都在觀察 那畫了這個10萬平方公里 這個面積極的確非常的大 我們看到就是說 美軍在全球舉行各種的演習 也很罕見看到說 這個化射進行區居然有這麼大 也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就是把南海真的當成自己的內海 所以要畫多大就多大 那你看那個區域 其實威脅最大的其實是左側的這個越南 那還有包含像菲律賓 那當然國際上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 逐步軍事在南海擴張的一個行徑 當然非常的不滿 所以我們看到英國 除了先前的航母打擊軍穿越南海之外 德國軍艦也要來 印度也要指派這個特險隊穿越南海 那現在英國也宣布說 要在南海甚至印太地區 整個永久性部署兩艘軍艦 這非常罕見就永久性的部署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 他可能會目前來看 會指派這兩艘這個最新的 這些所謂河流級的這樣的一個巡防艦 那進入這個南海 固定長期在這裡巡益 等於說配合美軍過去的一個長期的行動 那更重要是這樣的一個動作 不需要中國同意 而且其實已經徵求獲得日本跟澳洲 甚至連新加坡也願意在這個後勤上面 支援英國的軍艦在這裡永久部署 那除了這英國之外 當然還有包含像日本 在台海東海的這個部分 也積極的全面在巩固第一島鏈的防衛 所以有消息說這個日本即將在石原島 要部署一支大概有五百人以上的一個飛彈部隊 那這一支飛彈部隊其實也不是第一支 在這個日本其實先前陸陸續續 在它的西南諸島 一路包含從這個安美大島到沖繩 到這個宮古島 其實前面已經部署了三支的一個飛彈部隊 而這些飛彈部隊可能配屬 從過去是88式的一個反艦飛彈 換裝成新的射程有到200公里的 一兩支的一個這個地對艦飛彈 甚至還有地對空的飛彈 這個動作當然讓這一個國際觀察說 日本也開始在這一個全面的 在第一島鏈的相關重要水道 要開始對中國的海上的一個軍力 要進行封鎖 那更重要的是因為石原島 離台灣只有300公里 台灣在我們的東北側 其實不管是固定式的 甚至未來的機動發射車 這樣的一個配置熊二 這一個或者熊三超音速反艦飛彈 其實也能夠部署在台灣的東北面 其實就跟這個石原島 會形成一個相互的一個飛彈射程 可以相互涵蓋 同時對這個水道 又形成一個夾擊的一個態勢 那同時這個地對空的天空二 或天空三型 在台灣的這個北部 也有相關的部署 等於說這個部分 其實台日雙方是有一定的默契 雖然沒有直接溝通 但是雙方都在這裡這個擺出正式 那對這個水道等於未來 可以進行所謂的封鎖 那避免解放軍突出第一島鏈 透過宮古海峽 那東繞台灣 對台灣形成一個夾擊的一個態勢 所以看得出來 台日之間在地理上 絕對是這個存亡齒寒 如同這個日本官員講的 就是如同兄弟般的一個關係 所以台日之間一定要強化軍事合作 那最後我順帶提一下 就是說拜登政府首次對台軍售 M109A6這樣的一個案子 M109A6自走砲 其實陸軍過去長期其實已經提出 算一段時間的一個案子 那政治上當然象徵 拜登政府是順著這個川普政府 全力在提升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 那在對台軍事上面的意涵來講 台灣過去有M109A2 M109A5 那要A6來講 更可以這個具備戰場生存 跟獨立作戰的能力 那基本上簡單來說 它的一個性能就是快很準 那能夠這個從過去A5的射速 大概4發可以提升到8發 更重要的準度 是未來台灣 這個台海防衛重要的一個關鍵 也就是說過去這樣的一個 155榴彈炮打出去 它有可能會失準 不見得能夠命中目標 所以要形成一個火網 但是現在這一次的軍售中間 非常重要就是說這樣的155榴彈炮 未來會加裝一個這個PGK的一個套件 也就是這個套件可以讓它變成 這個在美軍的軍規的GPS的定位 全球定位導航的情況之下 可以精準命中目標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就是說 先前你看最近東部戰區73軍 不斷的在演練用054的這個渡海兩棲 奪島類似這樣的一個演習 那這兩天連72軍74軍 也在做這樣的一個渡海奪島演習 那未來的一個中共的兩棲的 不管是這個075的突擊艦 或者071的這種所謂的登陸艦來講 基本上只要要在這個台海 穿出的情況之下 接近台灣的一個這個攤岸 這樣的一個15榴彈炮 就可以精準的命中它 那對它來講是非常大的威脅 也可以讓像這樣子054的 這樣的兩棲突擊車後 不斷的在那邊演練 只是成為它的一個空想 未來不可能有機會可以實現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收看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東奧的這一個運動賽事上面 台灣的選手跟台灣的隊伍 今年的展獲跟表現非常亮眼 可是這引來了網路大軍 粉紅大軍的不滿 現在幾乎從這一個各個明星的版面洗來洗去 幾乎這個網路大軍很少這一個明星藝人的同時 那覺得全世界都在辱華 那有一些明星藝人是被迫被台獨 可是同一時間 美國前國卿蓬佩奧昨天直接公開講 他說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明老師你怎麼觀察 如今很多明星藝人要嘛台獨 要嘛被台獨 那蓬佩奧的說法 壓根就是一個台獨說法 你怎麼看 蓬佩奧是在福斯新聞上面講的 他說他被專訪 他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當中國談到統一的時候 談到兩岸統一的時候 那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說台灣從來不屬於中國 我們不會讓他們可以在不面臨任何挑戰風險下 輕易地說這種話 然後他說 美國政府要認真對待中國的挑戰 這意思是中共的挑戰 我們不能示弱 因為如果我們一旦示弱的話 會造成風險 因為對方認為說 我們弱了 他們可以淋加於我們之上 所以蓬佩奧的話呢 一直在強調說 拜登政府對於中共還是過於軟弱 其實蓬佩奧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他過去講的話呢 幫他講得更精準一點 他在這個在位的時候呢 他曾經講過一段很精彩的話 他說我們要把中國 中國政府和中共政權 跟中國共產黨 跟中國人民區分開來 這話講得非常精準 所以當他在這裡說 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他是說台灣從來不屬於共產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才符合歷史也符合事實 好 那麼這個問題就引發了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因為奧運呢 台灣的表現比較好 所以引發了所謂的台獨風波 台灣這次呢 這個奧運表現的確非常好 那很多國手表現都非常漂亮 拿了很多獎牌 那更重要就是 在一些關鍵比賽上呢 打敗了大陸選手 所以刺激了大陸小粉紅 那玻璃心碎離地 那有趣的是你說 一般網紅這樣子處理就算了 我們看到 連他們的中央電視台 在轉播這些畫面的時候呢 碰到台灣獲獎啦 或贏的時候什麼畫面 或放升旗的畫面呢 全部切掉 連他們自己相關畫面也被切了一部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呢 當台灣選手得牌的時候呢 我們自己說台灣選手沒有問題 我們也可以說中華民國選手得牌 都沒有問題 他們一定要說中國台北得了獎牌 這種小事情你要來吃豆腐 這不笑死人了嗎 然後很多網民呢 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痛罵台灣說 台灣選手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連你剛剛打出來的 一堆台灣藝人呢 去發文祝賀我們國手的時候呢 都被台獨了 好像中國的網民或甚至官方認為說 只要把台灣這些事情罵成台獨的話呢 就可以出氣 好 那在這裡我們再談一個問題 這麼多年來 中共是怎麼看台灣人跟台獨的 中共看台灣呢 其實基本上呢 你們都是台獨 你們都是台獨 你們要不然就是顯性台獨 要不然就是隱性台獨 或者叫A型台獨 或B型台獨 顯性台獨就是 你就講台獨 你就搞台獨 這是顯性台獨 隱性台獨 隱性台獨就是 你雖然沒有說沒有做 但是那天來的時候呢 你大概不會反對 你甚至會支持 那或者你也是慢慢往那方面努力 這叫隱性台獨 各位如果不相信我 看他他對香港他就知道了 他對香港 基本上他對各位看到 基本上是趕盡殺絕 也就是他絕對不相信香港人 連就是他曾經統治過的人 只要被對方奪過去回來 他都會大殺 所以他對於不在他統治下的人 他是不相信的 所以隱性台獨 顯性台獨對他們說 是一個非常真實的東西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在那邊亂編 你們去真的跟他談一談就曉得了 那我們官方自稱總統 稱行政院長 稱各部部長 在他們看起來 當然都是台獨 那很多我們在國立大學教書的 我們跟大陸的交流 我們打著牌子 台灣國立什麼什麼大學 一兩國立兩次拿掉 就是台灣什麼大學 因為國立也是台獨 也是台獨 你就是你根本是顯性台獨 你把國立寫出來了 那台灣藝人揮舞中華民國國旗 那當然也是台獨 所以說到最後就是 凡是不符合中共思維的 不符合中共用語的 那都是台獨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 中共這麼多年來罵台獨 那一方面就是說 我要找一個民主主義的利基點 其實還有一個重要點 重要地方 大家常常忽略了 中共曉得台灣型民主政治 中共曉得民主政治 對大陸老百姓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所以它抵消這個民主政治的吸引力 抵消民主政治吸引力的一個辦法 就是煽動廉價的民主主義 用民主主義去抵抗民主政治 所以一旦把台灣都打成台獨之後 就可以大打出手了 因為這是民主大敵 那麼這麼一來有趣就是 我們看到台灣有些民主或學者 竟然附和這件事情 這才是讓我們最擔心的 這叫自毀長城 這些人我提醒一下 不要以為你們將來下場會很好 你們將來下場會非常慘 將來已經我們談這件事情 中共早在1945年到49年的時候 就準備了16個字給這些人 我們將來慢慢說 簡單說就是最後全部要殺光 全部要解決掉 就這麼說 好了 那麼現在就回到台獨的定義 早在大概2000年不到 當時我就跟政府談 然後也跟 間接跟大陸談過 我說你們大陸 對台灣的台獨的定義過寬 對你們對我們都不方便 台獨定義過寬 我什麼都是台獨 你什麼都要罵 罵到最後 大家理心理得 這是最淺的 第二就是 你把很多很正常的台灣義士 全部等同為台獨 你上海人沒有上海義士嗎 湖南人沒有湖南義士嗎 四川人一天到晚講說 你們喝我的洗澆水 這不是四川義士嗎 那為什麼你們不圍剿這些東西呢 你要去圍剿台獨義士呢 所以我說 大家愛本鄉本土的心 那是沒有錯的 那問題是你怎麼樣把它放大 那這個東西你有本事來爭取 而不是靠打壓 台獨定義一旦過寬的時候呢 你把所有東西都打成台獨的話 那會理心理得 所以我們講了很多年之後 有趣的是 2005年左右 胡錦濤在那篇 告台灣同胞書文告裡面 很清楚用一大段話講說 台灣義士就是愛本鄉本土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段話 就是當年我們在大陸講那段話 我們說這個是本鄉本土義士 這很正常 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們湖南人會愛湖南 東北人會愛東北 這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所以後來他們寫出來說 這是愛鄉愛土義士 不能等同於台獨 現在他們開倒車了 那麼台獨定義寬還有什麼缺點呢 當台灣什麼都是台獨的時候 那你要動手的 眼看的有人在分裂國土了 你能不動手嗎 這是你的責任 就最後呢 你要逼到你對台灣動手 要去打仗 你打台灣台灣難受 其實你也難受 不要以為你一定打得贏 而打完之後出什麼問題 你還不知道呢 所以玩弄民族主義呢 我常常這樣講 我說在政治學上看 民族主義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感 任何一個民族 如果沒有民族主義 那就一反散散 被外族欺凌 那毫無疑問的 但是過度的民族主義 或激進的民族主義 對內對外 都要尋找敵人 一旦民族主義 開始尋找敵人的時候呢 就開始獵巫了 現在就這個情況 民族主義玩過頭 惹火燒生事情 歷史上比比皆是啊 日本的民族主義玩過頭 出外侵略 納粹民族主義玩過頭 去殺其他的種族 然後當這個 中國民族主義 玩過頭的時候 玩出義和團 所有東西呢 我們再說一次 民族主義是必須要有的 但要有個分寸 中共是因為 共產主義不靈了 各方面都不靈的時候 沒辦法去起零於 廉價的民族主義 但是玩過頭 那現在我們看到了 到處出征 出征台灣 很正常 搞了幾十年了 出征日本 我們現在看到了 跟新疆棉有關的品牌 被出征了 香港被出征了 所以出征的時候 他們覺得很愉快 覺得很痛快 但它的反作用是什麼 反作用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北京追殺二馬網路大咖之後 這一回合的標的都在騰訊上面 騰訊直接要求未成年的網友 晚上禁止玩任何的遊戲軟體 那網友跟小粉紅 事實上如今是全世界出征 很大的出征對象在台灣 比方說像本節目頻道的留言板 也經常會有小粉紅們的 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留言 但是小粉紅現在把留言的對象 這一個轉向 包含了運動明星 包含了演藝圈的明星藝人 那林老師剛講到到處的這個出征 非常網路義和團式的文化 就會帶來各式各樣的反作用 最後的反作用現在大家都看見了 我們大概一兩年前跟大家預言 我們說最後一定會搞到全球反共 現在就是這樣子 大家現在慢慢看懂了 你可能不是那麼中國 其實你只是共產而已 所以中共的民族主義呢 我常常講我說它是一個失敗的東西 因為它的失敗在於說 因為共產主義其實不是一個 很進步的一個思想 也不是一個很進步的一種運作方式 那這有機會我們再說 那現在我們回來講到民族主義 中共這樣子大吹民族主義呢 從一些膚淺的看起來 覺得說它很有自信 其實是一種心虛的表示 因為對自己沒有自信 所以要求別人肯定它 當別人不太肯定它的時候 它強加於人希望 然後用懲罰的方式 就會用這個譬如說這個市場的方式 或不跟你做生意的方式呢 逼迫你去承認它強大 一個真正的強大的人 不需要這樣做 所以到最後呢 什麼程度上綱上線的結果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武漢肺炎溯源是辱華 然後有人又買了外國球鞋是辱華 然後新疆棉的相關的品牌是辱華 那最近在德國乒乓球選手 非常佩服我們的選手呢 那麼也是辱華 那麼也被迫刪除了 所以現在你剛剛那句話講的最精彩 那句話應該到頭條 蓬佩奧是台獨 蓬佩奧是真正的台獨 對不對 因為這樣停法 所以現在回來說呢 我們為什麼說他不是自信的表示 反正是心趣表示呢 什麼叫自信呢 我們這次看到 美國的一個四肌一同的一個體操女選手 這個黑人女選手 拜爾斯 在比賽前呢 突然間覺得心理失調 然後不能適應 他覺得說我要退賽 因為心理因素退賽 美國人都非常諒解 非常同情問說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你是不是趕我恢復 當然不是在意這個金牌 大家在意這個人 也就是人的價值 那麼後來最後出賽了 然後全世界都鬆了遊戲 說他出來出賽了 雖然只奪了銅牌 大家覺得說他正常了 他是為這個人高興 反過來說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 某一個中國大陸選手 你覺得網民會怎麼看他 對不對 這就是自信不自信的問題 習近平一天到晚在講說 中國人四個自信四個自信 大家有沒有講過 過度自信過度自大 其實是自卑的反射 我們常常都這樣講 我們都很清楚 這種東西講得輕了 是一個爆發戶的心態 曉得自己的道德修養跟不上 曉得自己不到那層次 怕被人家笑 講得重一點點 怕被看穿 怕被笑話 講得再重一點就是 你想在有朝日稱王稱霸的時候 你要去霸凌別人 要去宰治別人 把今天這部品全部翻回來 一個真正有自信的人 是可以平等對待人的 只有沒有自信的人 才會沒事做把人家踩在腳底下 好 對台灣拿了金牌 打敗了大陸選手 很多大陸網民非常吃味 我們看這流汗就很清楚了 那我們去聞到反婚一句 這麼多年來 你不是一天到晚講說 台灣是同胞嗎 那台灣同胞拿了金牌 你應該高興才是 為什麼今天是大家踏伐到這種地步 那不是恰恰表現說 你要統戰是台灣的時候 甜言蜜語 關鍵的時候原型壁路 再不然就是飛機恐嚇 航母恐嚇 然後甚至說要用核子武器 把台灣人全部消滅 然後全部大移民 所以這些表現給我們得到幾個結論 第一呢 這些是非常不中國 不自信的表現 它的根源在於說 第一是共產主義 第二是共產黨 第三就是中國共產黨 特別這麼多年 打造出一套黨文化 而這套黨文化呢 禁錮了全世界上的華人的思維 所以我們不從這種 共產黨黨文化裡面 跳脫出來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 真正心靈上的和平 所以說到底呢 我們要對台灣講幾句話 台灣呢 現在有各種各樣的爭議 不管是什麼台灣隊啊 中華隊等等 我們一句話說完 在中共眼裡面看起來 你們都是台獨隊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不論藍綠白 我不管統都 不管什麼 我先說清楚 必定要先反共 不反共的話 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這點呢 我得提醒大家 那我請教一下月中 另外一個外界關心的是 北京整肅的網路大咖 馬雲到現在為止 九個月內 完全生死未定 然後最近的受災大戶是 騰訊跟馬化騰 對 那這裡頭一環扣一環 北京整肅的是網路的產業 跟網路的大咖 那小粉紅就到處在 全世界的網路社群平台出征 沒有錯 我想這一波的中國 對於網路的整肅 我覺得基本上 真的就是兩面手法 一方面呢 對這些網路業者呢 真的是大刀砸下來 另外一方面呢 又放任小粉紅 到處去出征人家 這個部分呢 為什麼中國政府都不用管呢 那我們這就不去多說 來回到一個 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就是馬雲 到底現在是怎麼了 除了人不見之外呢 甚至連名字都不見了 什麼名字呢 居然在阿里巴巴的 股東名冊裡面沒有它 這就稀奇了 阿里巴巴每半年 會公佈一次它的股東結構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公佈 馬雲的持股還有4.8% 可是在最新的這一次的公佈裡面 完全沒有看到馬雲的名字了 咦 怎麼可能4.8% 以阿里巴巴這麼大公司 4.8%要消失 那是很誇張的事情 好 所以很多人就在猜 那馬雲到底到哪去的 是死掉了嗎 還是躲起來是怎麼樣 好 那當然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真的阿里 馬雲退出阿里巴巴了 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是 馬雲的名字是被藏起來了 怎麼藏法呢 其實馬雲他 他有很多私人名義的投資公司 譬如說他最有名的 雲峰基金是他個人成立的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藍池之本的是 他跟蔡崇信 也是他最好的這個夥伴 兩個人合資成立的 那很有可能 當然這只是其二啦 他以他個人名義所成立的 這些投資公司呢 我相信至少好幾十家 他有可能就是 但是我不再用自己的名字 我用這些投資公司 而且我投資公司 我去投資其他公司 我也只派一個法人代表 就是我是個個人名字 所以我連我的 投資公司的名字 都給他消失了 那尤其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藍池之本 其實就媒體的報導 長時間以來 他其實才是真正 以馬雲跟蔡崇信 兩個人私人投資 最主要的主力 因為這個資金的背後呢 據說是有幾百億美金的資金 在裡面 而且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 包含的日本最大的 日本軟體銀行 其實都是股東之一 所以他們會藉由這種方式 到處去投資 所以馬雲現在在這個 這個新聞的風頭上 那當然能閃就閃 能避就避 那很多公司也不太敢 把他的名字再列出來 所以我想用這種方式去 躲起來是很有可能的 好另外大家提到說 中國現在這也進那也進 那到底中國民眾 還能做什麼事情 告訴你 中國政府已經跟你講好了 大家來運動吧 所以他們推一個五年健身運動 從正面來看當然是好事情 而且他們說 我預計到2025年 我要讓中國的運動健身產業的產值 高達五兆人民幣 因為他們覺得 過去這個玩電玩 沉迷電玩的人實在太多太多了 尤其這一次鬧出這個風波的 最主要就是中國的這個官媒經濟參考報 因為他就寫了一個文章 用到了我們這兩天一直在講的 什麼精神鴉片電子毒品 其實就是從這篇文章出來的 可是這篇文章被下架了 這就有意思了 那不管怎麼樣 好我們看到這些被點名到的公司 第一個當然就是騰訊 因為騰訊的試占率是最高的 以全中國的遊戲市場 光騰訊一家吃掉一半以上的營收 它是最大咖 當然要打就打它嘛 所以騰訊也很適向 不要你中國政府出手 我自己先自斷手腳 所以他就在這兩天推出了一個 雙減雙打三提倡 一共七個措施 來我們很快帶一下所謂雙減 就是未成年要減少在上限的時間 跟你儲值的金額 那雙打就是他要去清查可疑的帳戶 因為有些未成年人 可能會去冒用成年人 你就查不到 他現在很厲害 他要求要即時的刷臉 人臉辨識 不是說你用這個帳戶登錄就可以了 我人臉辨識是不是看起來像成年人 那你可能以後還要戴面具才能夠玩遊戲 再來就是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網路上有很多人在賣這種成年人的帳戶 他也都要去清查 所以這是所謂的雙打 雙提倡就是不是只有針對未成年人 就是他開始有所謂的防沉迷系統 也就是你每晚一個時間 系統就自動跳出訊息說 你已經玩一個小時了 要休息了 第二個再來就是遊戲要分類 因為有些遊戲蠻暴力的 真的是未成年人的不適合 所以他要去提倡 這要去做更明顯的分類 第三個甚至他希望全中國都進入 不要讓12歲的未成年者玩遊戲 所以從正面來看 其實他的這些用意真的是好的 所以你看他就這個洋洋灑灑的這些規定 那這兩天大家討論的就是未成年 現在他就開始規定 晚上10點以後到隔天早上8點 未成年他則是12歲以下的 是完全禁止玩 好 那就算你這個時間以外要玩 平日只能玩一個小時 假日只能玩兩個小時 好 儲值的部分 未成年一次只能儲值50塊 一個月最多只能儲200塊錢 好 那再來就是呢 我們剛剛說嘛 前面有很多人在賣這種假帳戶嘛 他現在也開始查這個部分了 因為很多人設了假帳戶之後 我就轉賣給別人 他不行喔 他你現在做了一個假帳戶之後 我就開始看 你這假帳戶有沒有在活動 如果你15天之內 你登入不超過一個小時 你這個假帳戶就會被笑掉 所以你看到騰訊真的是 蠻大動作做這件事情 好 那不管怎麼樣 騰訊的老闆馬化騰 大家覺得真的這一波呢 他真的是被掃到台風圍 因為原本大家都覺得 照理說政府應該在修理馬雲才對嘛 因為馬雲大概知道 他就不太聽話 喜歡亂講話 可是相較之下 馬化騰很聽話喔 向來中央的政策都很配合 結果這一波 他反而他的身價跌得比馬雲還慘 所以真的就是被掃到台風圍 就以實際數據來說 從去年底到現在 馬雲的財產大概 抱歉 馬化騰的財產大概減少了 140億美金之多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在網路的平台上 特別是在台灣的明星藝人 跟運動明星的這一個社群網路上 小粉紅正在打乳華戰爭 但是北京現在打的是新鴉片戰爭 因為他們認為這一個遊戲軟體 根本是精神鴉片 那這一個最大受災戶就馬化騰 馬化騰最近光是這一個股票市值 這個手上蒸發了140多億美金 是 好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 之前阿里巴巴被修理的時候 馬雲的身價就直直落 所以那時候馬化騰的身價 都是超過馬雲的 結果這一波的這些整數 結果馬化騰的身價 現在又輸給馬雲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馬化騰這一波真的是很慘 好 那再來就是 這一波中國官媒是批這個 說這個遊戲是精神鴉片 不要以為這件事情 只會是讓中國的這些 相關廠商受到影響 這一次的事情 全世界不是只有我們標頂選日韓 是全世界所有的遊戲股 都受到重創 因為真的全世界玩遊戲 最多的真的就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實際的數字 來 韓國的遊戲大廠 尼克森 你看到它尤其大家看它的圖表中間 斷崖式的整個掉下來 這個都跟中國這一波的動作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一波跌三成多 對 它到現在已經跌三成多了 好 再來也是韓國的遊戲大廠 NC Soft也是一樣 這一波也是跌得滿慘 但是它不會像這個尼克森是斷崖式的 但是它也是一路往下滑 到現在也跌了大概17% 再來我們再看到日本的這個大廠 萬代 萬代也是一樣 一路往下跌 尤其是近期跌得很凶 甚至我們看到這個動視暴雪 美國的遊戲廠商照樣 尤其之前看起來還OK 就在最近也是一樣 一個直線掉下來 所以就有分析師提到說 你不要小看新華社的這些報導 它的傷害有可能是全面性的 好 那所以這波中國的這些動作 這麼多產業都被打到了 那這些錢 原本投資中國的錢會到哪裡去 那當然可想而知 最有可能當然就是美國的科技業者 所以包含了美國的Google 微軟亞馬遜等等這些股 未來有可能會因此受惠 好 那韋傑同一時間 全球除了觀察美國科技股 到底有沒有可能因此受惠之外 聯準會的動向也是一個重要的焦點 沒有錯 我想其實最近的聯準會一直都針對 到底要不要這個把這個購債計畫給進行縮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指標 那在昨天晚上FED的副主席 特別講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他宣布有可能在今年稍晚的時間點 我們就要進行QE的退場 第二件事情他說2023年 我們就要進入到升息的一個狀況 所以造成到昨天晚上的時間期公債殖利率 從創下的波段的新低1.18以下 彈升到1.2以上 那麼美元也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轉折式的反彈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反彈 其實造成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一個 震盪走勢 那我們看到在公布的幾個數據當中 美國第二季的一個家庭債務是出現了大增的一個現象 增加了三千一百三十億的美元 創下十四年的新高 其中房貸跟信用卡是主要的一個大中 而房貸增加了兩千八百二十億美元 百分之四十四是過去這一年當中新增的 不是新房貸就是二胎的房貸 所以其實大家會擔心說現在目前股市在高檔 目前看起來都還沒有什麼太大的風險 但是一旦股市出現大幅度的回檔的時候 可能就會開始造成類似像零七零八年這個 房貸次貸海嘯的一個過程 另外我們看到在道瓊工業指數 昨天是下跌了將近快一個百分點 那麼從五月份的低點以來是上漲了四點五個百分點 納斯達克指數昨天只小漲了零點一三個百分點 最主要是跟這個科爾里達的談話有關 今年以來是漲了五月低點以來漲了十三點八個百分點 標普五百指數昨天是跌了零點五個百分點 那麼從五月低點以來也上漲了八點五個百分點 那麼美元指數從五月份以來是從八九點五的低點 來到了昨天的一個九十二點二上漲了三個百分點 而昨天出現的是一個跌破九十二出的一個反彈 那現在也都回到月季線之上 而這個昨天的美國時間期公債值利率呢 是出現了一個破底翻的一個現象 是來到了一點一八個百分點 也影響到昨天的一個科技類股 那麼另外我們看到在黃金的走勢上面呢 今年五月份以來是從一七六八上漲了一 上漲到一八一二上漲了二點五個百分點 不過最近他的走勢呢跟美元 還有這個所謂的實質利率出現了一些脫鉤的一個現象 另外原油昨天是出現了一個重挫的發展 那麼當然從五月份低點以來是上漲了十個百分點 但比較重要的是昨天公布出來庫存大增 反映出來是進入到下半年之後 可能在原油的需求上面有些減緩 甚至呢在整個經濟的一個成長上面有放緩的現象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喔 今年以來事實上喔 美國股市喔相對強勁 那台股也是這一個屢創新高 同時呢在亞洲喔 印度股市喔最近幾天天天創歷史新高 好那韋傑現在看起來整個印度的經濟跟美國扶植印度喔 真的是中國跌倒印度吃飽 沒有錯我想其實很明確的就是很多的一個外資喔 從中國撤離之後都在東南亞尋找一些這個設廠的機會 所以呢印度就會變成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市場 因此市場上預期喔 在這樣的一個流動性充足的一個過程當中 外資持續的不斷流入到印度進行投資 其實是有利於印度的一個發展 另外市場上也預期喔印度的央行不太可能在印度 還在有疫情的這個時間點喔 去緊縮市場上的一個資金 也就是說央行不太可能去調升利率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預期情況當中呢 印度的股市呢就持續的創下了歷史新高喔 那我們看到從五月份的低點以來 是從四萬七千兩百點漲到五萬四千四百六十點 波段漲幅是高達十五個百分點以上 創下了歷史的一個新高喔 那麼同樣的在越南的股市也是受到了這個疫情的影響 不過越南在這一波當中也出現了一個明確的一個反彈喔 那從五月份的低點以來是從一千兩百一十二點上漲到一千三百三十五點 波段的漲幅也有來到百分之十以上 所以其實在這兩個東南亞當中比較明確的有受到這個美國扶持的 然後另外的外資撤出移到這個市場去做一個這個供應鏈重整的一個市場當中 其實都有受到資金流入的一個這個推升 所以導致於他的股股價呢都還是持續維持在高檔當中 另外我們看到在外資撤出的這個市場當中上陣呢 其實從今年五月份以來其實今年五月份的低點喔 大概都是疫情在亞洲全面爆發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從這個時間點來看 上陣指數從五月份的低點以來是從三千三百四點漲到三千四百六點 波段只有三個百分點 這相對於全球股市同樣的一個時間點都非常非常的弱勢 甚至從七月二十八號的這個低點反彈以來 也只不過僅僅反彈了五個百分點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辦法能夠回到月季線之上 甚至是比較偏空頭的一個形式 在我們看到在恆生指數的部分 同樣的在五月份的低點開始從兩萬七千七百點漲到 這跌到兩萬六千五百七十點 就波段是跌幅了 跌了四個百分點 這其實在過去全球都在往上漲的時候呢 其實香港股市跟著陸股市一樣往下跌的喔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表現來說呢 中國的一些相關的發展是比較偏落後 另外我們再看到在世界首富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過去的首富是這個貝佐斯嘛 那因為在這一次的公布財報之後呢 整個亞馬遜的股價是中錯了七個百分點 導致於他的財富增發只剩下一千九百二十六億美元 那這個身家呢就被LV的老闆阿諾特 以一千九百五十八億的一個身家呢給超越了 到目前為止亞馬遜的股價反彈非常非常的弱勢 所以到目前為止整個全球首富還是LV的老闆阿諾特 好那我們看到在過去呢最看好這個特斯拉的一個股價的 就是在女股神 可是呢在同一天他看好這個特斯拉的同時 他竟然左邊看好右邊在偷賣股票 所以他減碼的這個部分其實還蠻多了 讓市場上覺得有點錯愕 你過去不是看這個特斯拉股價有上看三千塊以上的實力 怎麼現在呢大概六七百塊就開始進行減碼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連帶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特館上面的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跟追蹤謝謝大家收看 哈囉我是陳寗官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